我現在就在南昌站 為什麼我在這裡呢 因為這裡有一個新盤 叫Grand Victoria即將開售 其實它是由五大發展商 有匯德峰、信和、嘉華、爪哇 和世貿房地產一起合作去發展 為什麼這幅地會由五大發展商 一起去發展 像卡蕭牆一樣呢 其實因為這幅地本身 當時投地是一幅地王 造價超貴 所以五大發展商一起聯手投地 就可以分散這個風險 反而我關注就是 發展商高價投地的成本 最終會不會轉價給準買家呢 這是大家需要關心的地方 其實這個樓盤 一共有三大注意點是需要注意 買家入市前需要考慮清楚 首先當然就是交通 雖然說這裡是市區 但由最近的南昌站B出口走出來 都要走一段時間才到 我看到其實沿途都有一些小路段 是有瓦遮頭的 可以通去海樂園的方向 環境其實都蠻舒服的 只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這段瓦遮頭就不做到底 下雨的時候 其實怎樣都要拿遮掩 變了 其實我由地鐵站走過去樓盤 差不多都要七分鐘才去到 整個Grand Victoria有三期 一共有1437個單位 而第一期就是靠最邊位去擺 由四座組成 一共有524火 擺位上其實它採取T型的排列 第一座、第二座、3A座和第五座 都是扭向南的 盡量向海景方向那邊展開 還有一柱就是3B座扭向西南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T型的排列 所以第一座、第二座、第三A座和第五座 其實都可以看到奧運站 去到九龍站那邊的維港景 當中第一座最突出 之後就是第二座如是類推 從航拍機我們看到景觀有多開揚 雖然我們拍攝那天和大家心情都一樣 都是天陰陰 但飛到模擬樓層30樓左右 其實我們都知道海景是頗有保障 開直上向東南位是最優質 不過都有優劣之分 因為就要看看你的單位 是做不做到廳房同向 如果做到其實都可以是樓盤的一線之選 包括什麼單位呢? 包括一座B室、二座B室、三A座BC室 和五座ABC室 不過由高空看下去 你見不見到附近還有一個地盤在建 其實是什麼呢? 在我身後面 黃色帆布的位置就是Gran Victoria 在它東面 你見到藍色帆布的位置 就是新地的酒店項目 新地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 就以五十億六千萬是中標 每尺的地價是高達一萬三千多元 就創出了歷來最貴價的酒店項目 其實後來發展商在2018年的時候 就向城規會申請 興建一座25層高的酒店項目 會提供975個酒店房間 預計最快在2024年就會落層 我們從新地申請的規劃文件裡看到 似乎未必會阻擋到一期的景觀 反而對日後Gran Victoria的二、三期影響會比較大 所以都不算是這個盤的復位 Gran Victoria最復的地方 是其實它鄰近垃圾轉運站 和昂船洲污水處理廠 在樓本的西南面 亦都是航拍機現在看到的這個位置 其實我和CAMMAN哥哥都刻意走近 這個垃圾轉運站和污水處理廠 去感受一下這邊的環境是怎樣的 其實未走到過來之前 其實CAMMAN哥哥已經嗅到一股味 那股味有點像城門河那種酸臭的味道 其實我看回正統的文件 區議會的文件裡說 政府其實是針對著昂船洲污水處理廠 在去年的第四季 一共進行了3800多次的巡查 裡面有340次都有微臭的味道出現 至於那個垃圾轉運站 在去年的第四季 一共做了196次的巡查 當中有9次發現到有微臭的味道 其實我不是想質疑政府的數字 只不過我只是想 究竟他多近地去調查這件事 以及他用什麼方式去調查 以及什麼時間去調查 其實在報告裡 通通都沒有說出來 告訴你 這個垃圾轉運站 每天早上7點半 到晚上11點半都會開工 處理垃圾是以千噸去計 一共每天會處理2700公噸垃圾 其實一直都有些地方意見 暗船洲對出的海藏很多淤泥 所以就有點臭味 所以買家自己也要考慮一下 向海單位其實應該看不到它 只不過臭味會否飄入屋 我只能說向海單位很空曠 很通風 其實更重要一點 就是整個Gran Victoria一期的第三B座 其實就坐落在海景的後方 才形成一個所謂T型位 其實它的方位全部都扭向這個方向 發展商第一張價單 就不想比市場很貴的感覺 想營造好像平了匯市價開出來 所以就大堆頭 拿了這一類比較差的單位出來堆砌 還有一點要留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樓書 其實樓盤兩側都被渠墓專用範圍所包圍 其實裏面是什麼呢 其實裏面會有沙井和雙型暗渠 局務署會定期在裏面進行檢查 以及清理一些淤室的工作 至於部分買家會關心 Gran Victoria以北就是公營房屋項目 其實開織上 你會見到發展商都盡量避開公屋景 簡單時你留意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選擇非廳房同向單位 但又買第一座或第二座的話 其實包括一座AC室、二座AC室和三座A室的客房 多數都會看自己樓盤3B座的景觀 但如果你買3A座和5座 其實就有少量單位 好像3A座D室的客房 和5座D室的儲物室 都會看到公屋海盈村 說到這裏 大家又覺得這個Victoria夠不夠Gran 伏味又算不算濃 其實我還有一點想說 就是拿著這個銀碼 是否真的別無他損 你可以去看看 比起Gran Victoria更近港鐵站 正坐落南昌站上蓋的匯曬 其實都買得挺吃力的 幾千個單位入伙 亦都見到租金都很受壓 開放式和一房單位的月租 就是13000到16000左右 其實回報是204和205左右的水平 大一些的單位更加慘淡 回報只有107到108 Gran Victoria沒有鐵路直達 又是遠期留花 為何不直接選匯曬貨味 所以我覺得買之前 其實都應該和匯曬比較一下 而你們又會怎樣選擇 不如在影片下方告訴我 老規矩我們都會帶大家參觀示範單位 今次這個盤一至四房都有四位 一房這一款319呎 其實都是很標準的一房戶型 入屋就是典型的黑廁類別 直入就是開放式廚房 前面就是客飯廳和睡房 說真的沒有什麼特別好說 不過如果選樓上高 要知道一房其實有五處單位 特別是有一處面積比較小 就是三座B室 記住如果選一房 寧願選小不選大 因為面積比較大的其餘幾處 其實大了的位置 只是反映在圓關位 我覺得沒必要 就給這麼高的價錢 去買一個圓關 之後就看兩房單位 兩房佔全盤222伙 其實都分了不同設計 兩房選樓上我會怎樣排 其實我反而會棄選兩房耿廚的一類 即是3A座D室和5A室 因為如果要耿廚 其實你可以選擇兩房開廚 但有玻璃間長那一款 那你靈活性比較大 但如果你講求空間 又為什麼不直接升格上兩房連廚物室呢 至於兩房開廚有玻璃間長 還是明都明昌開放式廚房好呢 其實有玻璃間長的面積比較大 我們也嘗試根據樓書裡面的面積量度一下 就發現其實兩個單位 他們的睡房、主人房和洗手間 分別就不算很大 所以首選應該是選兩房開廚式廚房 但沒有玻璃間長那一款 三房單位是有裝修的 不過發展商就說 這一款就沒有改動版本 所以就沒有清水房給我們看 其實一進去就感覺跟剛才那兩個單位 就闊落很多 客人聽到很巨型的 這款職有兩點感覺 我覺得都想提一提 第一就是主人房套房 在客廳的位置直入進去 反而客房就放在門口直入的位置 感覺上就會比主人套房有私隱一點 擺位上我覺得好像兩個位置 好像調轉了一樣 第二就是洗手間 直入廚房裡面有工人房 裡面會連同一個工人廁 它不是黑廁 但反而全屋的黑廁和主人套廁都是黑廁 最後我們可以看看 Grand Victoria的四房示範單位 它位於全盤第一座A室 全盤只有21伙 最特別是兩間套房 都採用了一些弧形落地玻璃 我覺得都挺有氣勢的 另一間套房其實有些位置 比較浪費空間 就是進入房間裡的位置 要經過一條走廊才進入睡眠區 不過發展商就說 只是會用招標形式賣樓 所以就叫做開客眼界 戶型、環境、交通都同你否釋過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盤的開價和付款辦法 可以去到我們的官網 ultrapop.com.hk 裡面會有詳細文字展述 還會拆解一些payment terms的復位 如果大家有問題 不妨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都是那句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有用 記得comment、like和share給身邊朋友 還有訂閱我們胡雪樓市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日後就可以接收到我們的新資訊 還有 不知大家想不想我們開live 講下維港匯的價單和payment 如果想的話 都留言告訴我們 今次先和大家聊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